就是應該是第一次就是參賽那些那個哈格頌 可是我上次就是要參加的話 就是我有點罵一些日本人的英文學 所以我最一致要小心一點的 然後要對我那個日本人的粉絲 要說公文賽 我基本上是以前是在加拿大巴士組織當一個教職官 現在我是一個 算是一個自有記者 然後現在就是在那個台北時報 要寫一個特寫那個報告 關於一些那個臨時政府的一些活動 那可能是需要就是要採訪你們的 那我覺得最高度Zero style的那個 就是採訪的方式是你自己可以在這邊 在後面 怎麼 這邊有一些問題你可以回答 然後你看就是在這邊你可以就是回答 就是第一第二到第五的一些問題的 那我覺得就是就比較方便了 然後就是大家都可以參加 無論是你第一次參加還是你第一次參加 你都可以就是寫一些主要的一個資料 那主要的是 主要的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覺得臨時政府很重要 為什麼你對那個組織有一種重要性 你對就是臨時政府對社會有什麼樣的架線 類似那種的idea 好 大概是這樣的 好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就是主動就是要 跟我說就是你對臨時政府的一些這些idea 對 可以跟我分享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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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來 我們 我們